香港国泰航空24号对外宣布 约有940万位乘客资料外线 其中包括乘客的姓名、国籍、护照号码等重要资讯 国泰行政总裁和稿发布声明向外界致歉 同时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个资被不当使用 而声明中表示,国泰今年3月在系统发现可疑活动时 已经及时采取行动展开全面调查 同时加强各自安全的控管 合稿强调,经查乘客使用的密码并没有外泄 国泰也已经联络受影响的乘客与警方 并且设置专属网站让乘客确认个人资料是否安全 国泰统计在这次的各自外泄事件中 约有80万笔护照号码,24.5万笔香港身份证号码被不当浏览 另外有400多张信用卡号码等等 总共约940万位乘客各自外泄 香港立法院议员莫乃光也质疑 这起事件是和去年国泰裁检IT部门员工有关 虽然国泰强调,此事件并不影响非安 不过国泰股价25号早盘仍然重挫6.5%,跌到9年来新低 另外这起事件也引起香港个人资料隐私专员工署的关注 批评国泰航空在事发7个多月后才对外公布,做法相当不恰当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吴哲仪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